年底的选举要准备开打了 民进党提名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游锡坤 日前是到了银歌区的建国市场来进行扫街拜票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在地民众的支持 在新北市长朱立伦宣布参选连任后 民进党提名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游锡坤 则是展开紧锣密鼓的拜票行程 同时也和民进党提名的市议员参选人 一起到了传统市场 来和买菜的民众还有摊贩来握手致意 另外游锡坤也走到市场外的周围 遇到民众一定是热情地伸出双手 来向他们问好寻求支持 希望能够加深大家的印象 把握每一次和市民朋友互动的机会 有希望来赢得年底的选战